我们来用系统命名法看几个缩酸吧 比方说我们画这样一个分子 显然它是一个缩酸 这里有一个缩集 要用系统命名法的话 道理跟简单的吸听一样 每次讲新的东西命名的时候 都要先找最长的碳量 这里最长的碳量是一二三四个碳 所以它的前缀是钉 与钉丸不同的是 这里要把丸子去掉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缩酸 它有一个缩集 所以叫做钉酸 你可能会想 难道不用把缩集的位置标出来吗 如果你仔细看看缩酸的位置 你就会知道 缩集总是在碳量的末端 所以不用标明位置 不但如此 编号还是从缩集碳开始 所以如果要给编号 那么这会是一号碳 二号三号四号 所以不需要用数字标明 缩集的位置 我们再来做一个 比方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分子 我在这里再加个碳吧 看着哦 在这里加一个甲基 在这里 很明显是缩酸 但是要给它系统命名 我只需找出最长的碳量 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坦 所以应该是几 但明显不是几丸 它是几酸 它这里有一个缩集 所以这是几酸 还没有做完 因为还有一个甲基 在这里 它是连在 我们需要从缩集碳开始编号 一二三四五六号 它是连在三号碳上的 所以这是三甲基几酸 我们再做一个 假设这个分子是这样 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坦 然后是我们的缩集 再假设有一个双键 在这里 这个分子叫什么呢 同样的 先找最长的碳量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坦 所以前面是更 这里要注意了 这边不是顽听 这里有一个双键 所以是更锡 如果这只是一个锡听 那它就叫做更锡了 但最后不只是锡 因为这还是一个缩算 为了标明双键的位置 我们要开始编号 从缩集碳开始编号 一二三四五六七号 所以你要么写成三甲锡 这是还没有完成的 后面还有呢 或者也可以写成甲三锡 就这样 不过这种是更典型的 因为它说明分子 还有一个双键 在三号碳上 在三号四号碳之间 但是这不是通常的锡听 这是缩酸 所以最后不只是锡 我们要把这个缩基写进去 那就是三更锡酸 这就完成了 如果你对这个分子 想得更深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两个碳 双键的两边 这个碳和这个碳 它们是这个样子排列的 如果你把这里看成 我来画一下 它们都还有另外的情 我没有画出来 它们只是隐形了 但如果你要重新表示 这个分子 你可以画成这样 把这两个碳画成这样 这个碳有一个朝上的情 这个碳有一个朝下的情 右边这个碳 连着一个大的光能团 我把它称作R 那么这是R 而左边的这个碳 我用绿色表示 也连着另一个光能团 有三个碳的光能团 我们称它为R-Pier 如果你这样看这个分子 两个光能团 是连在双键的两侧的 它们是互相远离的 所以如果你愿意 你也可以叫它 反式三更锡酸 这可以表示 这两个集团 是连在一侧的 但这种命名 就是代表了 我画的是 它的三维结构 总之 希望你有所收获 进一项 转称 敌尾 展压 龙 敌尾 20 20 感谢观看